一个男人前年在上水,暴动和企图长枪聚成,判囚4年9个月,刘伟杂报导 18岁的被告陈振显由囚车压送到区域法院 案情指前年12月28号,有大约50人,包括当时16岁的被告 在上水广场外面的行人天桥聚集 当时被警方拘捕的被告企图抢去警员的散弹枪 并且连续扣下板机三下 他早前被裁定暴动及企图无牌管有枪械聚成 连同早前承认的两项拘捕罪,仍其获同期执行 最终判监4年9个月 辩方求情指被告案发之后生命出现巨变 知道罪行严重,监禁无可避免 后悔当日的老妄行为,希望事件完结之后读翻书 用温和的方式令社会进步 法官姚勳致判刑的时候说 案件并非有预谋,但是被告主动是前线角色 又批评他随意伤害无辜徒人,行为罔顾法纪 法官形容抢枪的时候情况混乱 如果不是枪枝未上堂和所上保险制 后果不堪想象 有线电视记者刘伟集报道 懂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记者 若者 minersなら追踪